region和regional的区 我们要了解两个单词之间的区别的时候 首先第一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单词它的词根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首先第一个你滑了几个不同的意思 第一发音不同 第二词意不同 第三词性不同 第四词语搭配不同 那么我们再要了解的时候 它是不是这几个区别的时候 我们要先聊一下它的词根 首先它的词根我们要知道是reg 而不是re 那么reg它是由拉丁语演变过来的 拉丁语的意思就是to rule 就是统治规则或者是queen王者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知道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它有统治的意思 那么统治就是相对应的是支配 那么是统治支配的意思 那么在这一段 在知道了reg词根 它是由拉丁语演变过来的 是统治王者回忆者等等意思 我们再看ion 这个后缀 这个后缀一样是来自拉丁语 也就是说美语英语它很多词都是演变其他的词过来的 比如说现在说到了拉丁语 那么在组合起来时候 拉丁语的动词或者说拉丁语的戒词上面 它就会构成一个相应的名词 也就是说爱文文它只要和前面的一个是作为动词的 或者是相应的戒词组合起来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名词 那么它变成名词 它表示就是一个某一个动作的过程 结果状态 也就是说与该行为有关的事物 那么爱文文它也有一个变体的后缀 比如说ATION ITION UTION等等 它的用法和意义和ION是相似的 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意思 都是组合成一个名词 所以以后看到这种以ION结尾的 你就知道它是名词 那么这就是一个了解词性的一个 简单的方法 就是迅速的把一个人的词会量提升的一个小方法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当规则它相对应的是一个结果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有在一个地区形成一个 因此这个region 它就表示了区域行政区的意思 那么在后面加AL 它就是变成了形容词 为什么它变成形容词 因为AL它也是从拉丁语演变过来的一个词 我们简单的去记住 就是说以AL为后缀的 它就是形容词 它是由名词演变过来的 那么ION它有一个后缀的变体 AL它一样也有 比如说IAL 比如说ICAL 比如说UAL 以后我们看到像这些后缀 我们就知道它的词性是形容词 是名词 这种记忆方法 它就是一个单词的词汇量的增长的小技巧 为什么有些人他说我的词汇量有1万多2万多 不是它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去背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掌握了一个词的演变 一个规律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词 我大概知道它意思的时候 它的词根是什么意思 它后缀是什么意思 我就能猜出来它是什么 就像我们的中文一样 秀才十字论半边 我们认识一个偏旁一个不熟 我们就会去说这个词一定是什么 一般性都不会错 英语也是这个意思 除非是不规则 除非是理语等等 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的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些词根后缀 它的来源和它的意思以后 我们就来看它的区别了 region它是区域行政区地区 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在文章中他提到是广西状 Termus region 它指的是什么 事故发生在广西状族自治区 有没有更具体的信息 没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region它泛指的是 比较广泛的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区域 它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区域 一个地址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知道 region泛指广泛的大范围的区域 然后我们再看regional 它是什么 regional在这个文章当中 它说的是什么 The 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它有一个具体的具体是什么 东西告诉你 是什么应急管理部门 对吧 它这个就是范围 就比region要小一点 说小了 它说小了以后 它就告诉你 是该地区的应急管理部门 是该地区是哪个地区呢 是管西转逐地区 这个应急管理部门 那么它这个就是之间的区别 当我要去告诉你具体的一个区域的时候 一个行政区的时候 我就要用形容词告诉你 当我要广泛的介绍的时候 我就用region 这就是说在搭配使用上面 我们在知道它的区别以后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在写作或者是在口语对话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词 我们用在什么场合比较合适 那个词用在什么场合比较合适 这就是两个单词的区别